跨年不但是带来人潮也带来不少的前潮 有素食业者要抢商机 特地推出跨年限定的外带餐 可以一拿餐点就到演唱会现场卡位去 不过也有餐厅业者因为跨年的人车管制 取消外送的服务 业绩可能因此损失一两成 牛排间的香味四溢 现役去了连锁牛排馆 在今年推出外送服务 却遇到跨年人车管制 被迫31号取消外送 绿豆跟花生跟珍珠 还蛮出名的一种吃法 不只牛排连港式饮茶餐厅 平常外送很夯的豆腐花 也因为跨年业提前在下午5点暂停外送 另外像是必胜客或是打美乐等等的 披萨业者也都在四点之后 外送服务通通喊咖 预计当天损失可能一两分块左右 在我们外送的部分 那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但是因为是跨年业的关系 所以我们内用的部分的人数也会增加 虽然损失了外送的两成收入 但跨年业的人潮希望可以弥补流失业绩 但反观竞争激烈的速食业者 看准了倒数商机 甚至推出跨年限定的外带套餐 你好我要一个美味三宾 一个美味三宾 可能内用还有外带 我要外带 麦当劳的三宾组合有鸡翅鸡块跟花枝丸 强调方便带着走 可能鸡则是有推出12人的分享餐 最高有7折优惠 模式方面有夜猫美食 特定的商品搭配 也都有7到9折优惠 比较方便 因为可能跨年这周边人都会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 买完外带就去卡位 民众普遍能够接受逢跨年勇人潮抢商机 信义一级战区 店家该怎么带来前朝各品本事 记者 宋明今天早 台北参谱不到